高鐵醜聞越爆越多 就算運防局局長張炳良和港鐵高層多次為事件解劃 都不能消除公眾的疑慮 本刊獲得承辦商交給港鐵的內部文件 踢爆原來早在去年3月 西九龍總站工程已經滯後一年 而這份合約都超至24億 整個工程至少超至100億 想知道更多高鐵醜聞內幕 請留意一週plus